来站第三梯,你从死里复活 主啊,以你的复活带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主啊,你的复活带给了我们数天的盼望 主啊,今天主啊,是你得胜复活的日子 主啊,我们这班被蜀的子民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团聚在你的私人宝座前 主啊,我们为在你面前 我们要欢呼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向你来屈膝来敬拜 因为我们的主,你是佩得荣耀 你的主,你是佩得称颂与诈美 求主,你自己的荣耀充满着这地 主啊,是这地能够充满神的荣耀 充满着神的同在的祝福 主啊,我们接下来敬拜 全然的交通业环与的手中 主啊,与众会成的同在 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主啊,与敬拜团队同在 恩高高母他们 主啊,也使他们腹背满意 主啊,我们感恩诈美你 把接下来敬拜的时间 传染到交通业环与的手中 愿神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好,接下来的时间 有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的敬拜 提问旁边平安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告诉我们旁边的 复活节要非常非常快乐 非常非常快乐 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 天大的好消息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耶稣的复活就成为我们初属的果子 我们将来也要与耶稣一同复活 Amen 这是多么大的盼望 想到这里大家是不是特别开心 有没有看看旁边地区姐妹 如果复活就还不快乐 那什么时候快乐 我们要真的是带着感恩和庆贺的心来 亲和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Amen 我们一起来拍招好吗 让我们来亲和 让我们来亲和 无比的爱我们来亲和 神儿子已爱我们 舍了舍命 让我们来恍惚 就此喜乐无人能相避 我们欢然向你先进 放声恍惚赞美 让我们来恍惚 来亲和 恍惚来亲和 哈利路亚 恍惚来亲和 大君王 让我们来恍惚 来亲和 恍惚来亲和 哈利路亚 恍惚来亲和 大君王 让我们来亲和 无比大爱我们来亲和 无比大爱我们来亲和 神儿子已爱我们 我们来亲和 神儿子已爱我们 神儿子已爱我们 舍了舍了舍命 让我们来恍惚 来亲和 恍惚来亲和 哈利路亚 恍惚来亲和 大君王 让我们来恍惚 恍惚来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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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恍惚来亲和 大君王 阿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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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致高声 阿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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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致高声 我们 其身赞美 你 只剩 遵命 全民 资荣归 主 往生 阿萨纳 回一致高声 阿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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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致高声 阿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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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致高声 我们 其身赞美 你 只剩 遵命 全民 资荣归 主 我 神 阿萨纳 回一致高声 荣耀 荣耀 阿萨纳 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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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万万之万 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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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万万之万 我们 其身赞美 你 只剩 自你 全民 尊重归 主 我 神 荣耳 回万万之万 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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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纳 荣耳 破上 荣耳 恩 离只高声 荣耳 资荣 荣耳 MAND 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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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ロ Laughter 荣耳 莲 OH 荣耳 荣耳 荣耀 让荣耀给王万之王 荣耀 荣耀 让荣耀给王万之王 我们亲身赞美 你亲身残命 前面资荣归出我身 让荣耀给王万之王 荣耀 荣耀 让荣耀 荣耀 让荣耀给王万之王 荣耀 荣耀 让荣耀给王万之王 我们亲身赞美 你亲身残命 你亲身残命 全面资荣归出我身 让荣耀给王万之王 阿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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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赛拉皮 om 祝神 messaging 神残血 阿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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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tled livestock 阿赛拉 阿赛拉 归以及岖 赵拉 阿赛拉 阿赛拉我们去世 荣耀 荣耀 有荣耀给我完之完 我们亲生赞美 你只剩自明 全地祝荣归出我身 有荣耀给我完之完 我们亲生赞美 我们亲生赞美 你只剩自明 全地祝荣归出我身 愿荣耀给我完之完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将荣耀 将掌声归给我们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我们大声开口哈利路亚 愿耶稣他从实力复过 他是配受我们赞美和敬拜的 唯有他配的 愿一切的全地荣耀尊荣 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神的儿子他为我们从实力复活 哈利路亚 我们要大声向上帝富豪 和善那归于大位的子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关乎的声音 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和赞美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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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同来开口向上帝 献上我们的感恩 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 哈利路亚 他配的 我用耶稣他配的 我用耶稣他从实力复活 他战胜了一切的全世 死亡不能胜过他 哈利路亚 我们一同开口 向神献上敬拜 向神献上赞美 哈利路亚 我用耶稣他配的 上帝的儿子 是耶稣基督他配的 大位的子孙 哈萨纳 归给大位的子孙 归给耶稣基督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大声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圣经说 我们若不开口赞美 神要兴起石头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们开口 大声地来 开口 向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这是一个多么有盼望的日子 这是一个充满爱丁的日子 得生的日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从私利复活 全世界 他的百姓都要来聚集 来称颂他的生命 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主我神 归给耶稣基督 他配的 唯有他配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你耶稣 哈利路亚 一切的荣耀颂赞 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那位为我们死过 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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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开口敬拜他 让我们举手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主啊谢谢你 我们心中充满着欢喜和快乐 主啊你若不从私利复活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 但是你为我们从私利复活 以成为我们出属的国子 那么以后也可以靠着耶稣 从私利复活 主啊你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 是永恒的 是永生的生命 耶稣基督是你赐给了我们 主啊让我们这些坐在石英幽谷的百姓 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大光 主啊发心由大光来照耀了我们 使我们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 使我们从死亡走向永生 主啊我们真的不讲一切荣耀归给你了 我们将一切的颂赏尊贵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 那一位得胜的主 我们的耶稣基督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耶稣神的爱子 耶稣荣耀君王 能力全民只会共益 愿超过全世界 耶稣地民超乎万民 荣耀尊贵都归于你 万喜要跪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请拜你到永远 耶稣 耶稣神的爱子 耶稣荣耀君王 万有福福在你脚前 世线地民超乎万民 世线地民超乎万民 超乎万民 荣耀尊贵都归于你 荣耀尊贵都归于你 祝你到永远 耶稣 神的爱子 耶稣 荣耀寻完 能力全力 只会共一 愿超过全世界 耶稣的名 超过万民 荣耀尊贵 都归于你 万喜要归伴 万口要承认 耶稣 我请带你到永远 耶稣的名 祝你 超过万民 死亡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名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神过耶稣的名 一只能力 救赎恩典 都归于耶稣的名 救赎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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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喜要归伴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请 拜你到永远 耶稣的名 呼赎恩典 救赎恩典 万喜要归伴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请带祢到永远 疾病十万不能胜过祂 疾病不能十万不能胜过耶稣的名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名 一致难离救赎恩典 都赢耶稣的名 引泪拱破挣战的神 都赢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超乎万民 荣耀天归都归于祢 万兴要归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请拜祢到永远 万兴要归拜 万兴要归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请拜祢到永远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一起来开口 向我主 耶稣基督 献上对祂的感谢 赞美 和一切的尊崇 因为耶稣的名 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耶稣的名 是万民之上的名 耶稣的名 已经葬生了一切死亡 葬生了一切的 黑暗的全世 耶稣的名 是称为万民之上的名 哈利路亚 我们一同来向神献上感谢 死亡不能胜过祂 黑暗的全世 不能胜过祂 主啊 因为主耶稣 祂已经从十里复活 祂已经胜过了 将来祂也要带领我们 胜过一切 的死亡和黑暗 哈利路亚 我们一同来开口 赞美敬拜祂 眼泪攻破 正当的得胜 乃在乎万君之夜华的名 我们一同来高居神的名 一同来高居耶稣的名 一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耶稣 我们敬拜耶稣 我们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因耶稣的名 使无不屈膝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因为耶稣的名 叫一切乌鬼都浮在祂的权下 耶稣的名 可以叫风平浪静 耶稣的名 祂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 耶稣的名 祂能够叫使人从死里复活 耶稣的名 是大而可畏的名 万君之夜华的名 是大而可畏的名 哈利路亚 我们一同来开口赞美祂 一同来开口向祂 献上我们的感谢 因为祂活着 就让我们有力量 有信心去面对明天 因为耶稣基督 祂是死里复活 让我们有全心的盼望 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情况 都能够靠耶稣得胜 因为祂已经从死里复活 因为祂活着 我们可以不惧怕明天 因为我们知道 是谁在掌管我们的明天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 高举我们的身手 双手我们大声地宣告 耶稣活着 因为祂活着 我们能够面对明天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祂到如今仍然活着 并且永远活着 哈利路亚 祂要做王子到永永远远 我们赞美祂 我们赞美祂 我们敬拜祂 哈利路亚 谢谢你耶稣 赞美耶稣 赞美祂 他活着 不再去谈 我甚至能 踏成了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去谈 我甚至能 踏成了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我知道他活着 我不再去谈 我甚至能 踏成了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我甚至能 踏成了明天 我甚至能 踏成了明天 我甚至能 踏成了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哈利路亚 圣基公益的主啊 因你活着 使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主啊 因你活着 使我们生命充满盼望 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于你 我们的盼望也在于你 你是新债 今债 以后永债的大主宰 你是荣耀的大君王 我们要敬拜你 主 我们要尊崇你 主 我们要荣耀你 因为你的名是超乎 万民之善的名 天下之惊 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 我们的得救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疾病不能胜过你 死我的全世也不能胜过你 医治的能力和救赎的恩领 都在乎你 主耶稣基督万希要向你跪拜 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愿一切的荣耀 全命尊贵都归于我们的圣 愿一切和撒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归归住在宝祝山圣洁的羔羊 亲爱的主耶稣圣灵我们要赞美你 主 我们要遵从你 愿圣灵你与我们同在 主要求你赐下你的恩典 赐下你的恩膏 主我们接下还有一点宝贵的时间 主要领受你那丰盛的生命 要领受你那丰盛的话语 求主耶稣基督你开启我们的心窍 打开我们的心门 是给我们一个弟兄姐妹 有个渴慕的心 有渴慕神的话语 求主耶恩膏你自己的仆人 是你的仆人福悲满意 是大叔单假的话语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求主耶稣基督与今天会场同在 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谢谢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们祷告 Amen 各位请坐 接下来由神的仆人 来分享神的话语 拜托方要领受教会的家人们 背影 好 大俄成关教会的家人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耶稣复活节 耶稣复活绝对是整个人类历史中 神的救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焦点 耶稣的复活 祂翻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庆祝耶稣的复活 那么在这里我向大家宣告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愿主复活的大能彰醒在你的生命当中 阿们 好 跟旁边人说一下 愿主复活的大能彰醒在你的生命中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复活节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首先要跟大家读一段 跟耶稣复活相关的一段经文 圣经在马太福音书28章16到20节 这段的经文 好 弟兄姐妹 你们手上也可以打开这段经文 好 我们就一起来读吧 经文不多 我们一起大声一点 一起来 一 二 三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尽情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好 所以你们要去 使望明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藏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聊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关于耶稣是复活之后 那么新世主耶稣复活日的那天的早上呢 圣经说有两位玛利亚呢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他们来看耶稣的坟墓 耶稣此时他已经复活了 那么在耶稣坟墓那里呢 有一位有天使出信 那天使就对玛利亚说 他说背定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那么接下来天使呢 就把耶稣的空坟墓 指给玛利亚看 那么之后天使就告诉这两位 玛利亚说 他说快去告诉耶稣的门徒 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么他要在他们之情 他说耶稣要在这些门徒之情 要往家里离去 在那里呢 耶稣要和他们尽命 那么当这些妇女们 她们得到这个消息 离开坟墓的时候 突然之间 耶稣又向他们寻信 并且耶稣对这些妇女们说 让你们平安 不要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玩家里离去 在那里避敬我 那么之后呢 我们看到经文在十六节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门徒玩家里离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马太福音28章是记载 耶稣复活之后的一段的经文 在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 他非常的强调耶稣要与门徒 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尽命 并且在山上这次的尽命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非常的重要 对于门徒以及地上的 新约教会的意义来讲 也是非常的重大 几乎所有的教会 在谈及教会的使命 跟异象的时候 都会提到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那么今天我们要借此复活节的主日 让我们重温耶稣复活之后 在加利利山上给门徒的大使命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大使命的经文 看看教会今日在地上的伟大意义 从中来明白 复活的主耶稣 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 他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究竟这个使命给我们有怎样的价值 还有更重要的是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关注说 耶稣在两千年之前 耶稣复活 我们更重要的明白的是 当下 就是说复活的主 当下与我们同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寻求复活的主 当下 他在我们中间的作为 他在这个世界的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从耶稣复活 看教会意义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方面 从耶稣复活 看教会意义 我们来看第一 教会的尽力 宣告耶稣的复活 教会的尽力呢 在宣告耶稣的复活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书呢 第28章 那里这一章呢 是唯一一章 在马太福音书当中 记载耶稣复活之后的事件 是唯一的 只有这么一章 这一章 长不长呢 也不长 比较短 只有二十节 那么这不长的段落 对比起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在世上 其实还有四十天的日子 四十天当中 耶稣多次地向门徒醒现 然后对门徒讲论 天国的事 那么四十天 对比耶稣在世上 就说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 对比耶稣在世上 四十天的日子呢 这段经文就不算多了 当然但是短也非常好 短容易让我们抓住 作者马太 关注耶稣复活之后 他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经文当中 三次提及 耶稣与门徒 相约在加利利的山上 就是二十章 不是我们今天读的 二十章 我们会看到 有三次提到 耶稣要跟门徒 相约加利利山上 并且 像这些门徒 极可能 这些门徒数量有多大呢 极可能不是十一位门徒 应该还包括 保罗在哥林多书 曾经提到的 耶稣复活之后 曾经向五百位的门徒行性 可能在加利利山上 耶稣就向这五百位门徒行性 那么耶稣复活之后 召集门徒 再次聚集在加利山上 这个就是马太要记载的重点 也可以说 马太在耶稣复活之后 他非常看重的是 耶稣的门徒群体 新约教会 所以马太福音 我们把它对比其他福音书 它也是比较光注教会这个群体的 因为只有马太福音 只有这卷福音书 以后大家记住 可以考圣经知识 次卷福音书 只有马太这卷福音书 提到教会这个字 并且耶稣清楚地说 他说我要把教会 尽造在这磐石上 然后耶稣说 我要把权柄给教会 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因此 在马太的理解当中 耶稣复活之后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将这些 世上的门徒呢 重新召集在一起 然后让这个群体 属于圣父 圣职 圣灵的名下 那么耶稣复活之后 向这个群体就宣告了 一切的权柄 都赐给他了 那么耶稣宣告说 一切的权柄 都赐给他了 意义何在呢 耶稣宣告这句话 对教会来讲 意义何在呢 弟兄姐妹 我们先看一看 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 这里有提到 因为我们要看 马太福音嘛 因为这句话 记载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魏的子生 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第一节 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马太写作的目的 他对于耶稣的焦点是什么 这里提到亚伯拉罕 那么在这里耶稣说 让妄民做他的门徒 他意思就是说 让妄民因信耶稣基督 归入他的名下 这件事情 回应了亚伯拉罕之约 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我要借着你 成为妄国的祝福 那么直到耶稣复活之后 这个应许就成就了 也借着亚伯拉罕 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 耶稣基督 成为妄国的祝福 那么耶稣在山上 这样的宣告呢 还有第二呢 这里第一节 还要提到一个大卫的子孙 就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在这里说 一切权柄都给我了 他其实站在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宝座上说 他真正得到权柄了 他已经实现了大卫之约 他是君王了 那么还有 马太福音很强调 加利利山 对比其他福音书 马太很强调 加利利山 那其实这里加利利山 还有一个呼应 呼应了西乃山 西乃山是旧约 以色列明 从埃及神把他拯救出来 带到西乃山 帮布律法 让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所以因此 耶稣的宣告 是代表天国在地上实现 并且会完全成就 所以耶稣这句话是这样的意义 因此耶稣说 你们要去是望明做主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施洗 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 这就是在宣讲一个天国的信息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教会 教会的意义就非常重大 所以教会今天尽力在地上 是向世界宣告 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今天 教会也仍然是在宣告 耶稣复活了 不但如此 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地上的君王 耶稣是万国的君王 不但是如此 耶稣还是宇宙性的君王 所以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 新约教会开始 就选择在星期天聚会 那么选择这一天 我们常常称这一天为主日 那么就是在宣告耶稣复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虽然不等同于天国 教会也不能完全代表天国 但是教会是醒明了 天国在地上 所以因为我们就是天国具体地表达 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谢谢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因耶稣复活 得到永生的人 那么教会是天国的表达 教会具体地在表达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看这里 教会具体地在表达天国的占行 如何具体 有时间 有地点 有人物 有时间 对不对 今天我们聚会是不是有时间 是某年某月某日 对吧 每一个主日都有时间 有没有地点 有一个实际的地点 对吧 然后我们有没有人物 大家一起来参与 对吧 有没有事件 有 我们一起在赞美称授 不当是这样的事件 我们还经历神的医治 经历鬼被赶出去 经历罪被赦免 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 这些事件呢 就是在我们当中不断地发生 这样子就不断地去经历 耶稣的作为 所以今天 教会在这里 在地上尽力 就是把福音书 耶稣所做的两千年的事 在今天具体地 再一次把它掌 把它掌信出来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生活是实实在在的 是具体地向众人 将天国在地上 向他们表明出来 因此我们每个主日的聚会 都在做一件事情 在宣告 耶稣 我们聚会的每个环节 其实都要 侧重一点 是带给罪人 有盼望 因此 耶稣死里复活的叙事 它就成为主日聚会的焦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了解 主日聚会做什么 我们主日聚会就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把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件 今天我们借着主日聚会 我们再一次把它掌信出来 记得上一次黄爱民牧师 在我们当中不是分享一个主题吗 就说重淫荒庆的故事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们主日聚会 其实就是在重淫 耶稣复活 这个欢庆的故事 好 这是我们看第一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 耶稣的复活 对于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 教会的行动 占行耶稣的全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看复活的耶稣 在加利利山上宣告说 一切权柄都赐给他了 还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马太福音书当中 我特别说 桑上这个地顶 有特殊意义的 它不仅仅象征了 摩西在西乃山 向以色列民颁布律法 代表耶稣像摩西一样 这是神国度的子民聚集 还有在马太福音书中 还有提到在高山上的 还有在哪里 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第三次被试探 魔鬼把耶稣 带到了一座最高的山 那这为什么说 马太很突出山呢 因为你对比马太跟路加福音 耶稣受试探的第二次 跟第三次的次序是不一样的 路加福音的第二次 是马太福音书的第三次 第三次是说 魔鬼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 然后呢 魔鬼就把万国 世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指给耶稣看 然后就对耶稣说 你若福福拜我 拜我一下 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了 那么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撒当 退去吧 因为经善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事奉他 所以这个试探是什么意思呢 是魔鬼要给耶稣 一条不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以妥协的方式 拜一下魔鬼 你就可以得到 世上的万国 当然 耶稣如果真的拜了 也是不可能得到万国的 魔鬼永远是欺骗的 哪里万国在魔鬼的手中 万国怎么可以属于他呢 不可能的嘛 所以这就是魔鬼 让耶稣不定十字架的诡计 但是 耶稣顺从父神的旨意 完全照着父神的计划 耶稣在耶路撒冷 被弃绝 受死 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拒绝魔鬼 这样的方式 妥协的方式 他仍然按父神的计划 和他的旨意 宁愿受苦 受死 并从死里复活 所以复活的耶稣 在加利利山上的宣告 就是宣告 耶稣顺从父神的旨意 得胜了 耶稣的死 成为赎罪季 能洗净人的罪 耶稣在石架上的血 可以平息神 对我们罪人的愤怒 去满足了神 他公义的要求 还有第三 耶稣的死 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我们来看一下 经文在希伯来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的死 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 一二三 儿女既有血肉之体 她也要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所以耶稣 有人说 耶稣为什么要死在石架上 除了为我们赎罪 还有 他要败坏魔鬼 他以石架的死 胜过撒旦的权势 还有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成为 初属的果子 所以耶稣 死而复活 还有一个 是胜过死亡的权势 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 一二三 因为基督必要做完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祂的脚下 竟莫了 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弟兄姐妹 你看 耶稣死而复活的信息 非常的伟大 胜过撒旦的权势 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复活的耶稣 祂已经完全得胜了 祂也得了一切的权柄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复活之后 祂得了一切的权柄 祂的权柄 有多大 什么是祂一切的权柄 这个权柄大到哪里去呢 我们读下以弗所书 第一章二十节 就是我们起来 一二三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祂从十里复活 叫祂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诱兵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临来世的都超过了 又将妄游 扶在祂的脚下 使祂为教会 做妄游之手 我们一起来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耶稣这里复活 祂说是神在基督身上 运行的大能大力 然后复活之后 把耶稣伸到厅上 圣父与圣子 同坐宝座 得到这样的一个 尊荣与权柄 祂的权柄说 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 都是世界上的事 这包括灵界的 有能的 灵界的 掌权的 不但是 我们看得进的 政治世界 这个世界 包括灵界的 还包括 不但是今生 临来世 临将来的永恒中 祂的权柄都超过了 所以耶稣的权柄 不但是超越 整个宇宙线的权柄 祂也在实经上是 从永远到永远的 掌权 那最后一句话 经文非常宝贵 是祂为教会 做网友之手 祂为教会 做网友之手 耶稣为了我们 做得了这个权柄 所以耶稣得这个权柄 是为我们 这个类似于 就是说 耶稣是治理 全宇宙的 这个议会的 这个大主席 然后我们都是 议会成员 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因此 耶稣吩咐门徒去 祂说 是望明做主的门徒 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被复活的 主差请 并且从祂得了权柄 你要知道 耶稣吩咐我们去的时候 在福音书当中 告诉我们 耶稣将能力 权柄赐给门徒 可以医治病人 还有把鬼赶出去 所以今日教会 如果听从 耶稣有福音的行动 教会就有能力 今天教会 为什么软弱 信徒为什么 常常软弱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我们缺乏福音行动 对吧 我们没有 向人宣告这个福音 没有常常传福音 没有常常向自己宣告 耶稣基督得胜的福音 那我们就会造成软弱 因为当我们照着 耶稣的吩咐 在宣告福音的时候 祂的权柄就在教会当中 就沾行出来 祂的权柄也会在 基督徒的身上 沾行出来 所以教会的福音行动 就是教会的能力所在 跟旁边人说一下 教会的福音行动 就是教会的能力所在 所以当教会在 传福音的时候 当教会在宣讲 十字架的时候 当教会宣告 耶稣复活的时候 其实神的能力 就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 祂的能力就发出来 祂的能力 是影响整个宇宙 并且影响来世的能力 好 这是我们看的 第二 下面我们看 从耶稣的复活 看教会的意义 第三 教会的使命 活出耶稣的样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复活的耶稣 对门徒讲的最后的话 就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 这就是耶稣在世 最后对门徒讲的话 就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 那么因此 教会所诚信出来的 一个样子 那就教会应该什么样子 教会就是 耶稣门徒的群体 大家一起 活出耶稣的样式 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到 这个做门徒的时候 在这里也需要 帮助大家认识 现在教会流行 不是说门教会 整个教会界流行一种错误 就是说很多教会 现在 今天很多教会都已经知道了 强调说 原来教会要做的 这个教会怎么发展 教会怎么进照 原来教会做的就是一件事 使人做耶稣的门徒 当时当教会明白这个之后 当时还是做错 错在哪里呢 因为教会现在都会把 将做门徒 当做教会训令 新会友的一个课程 把它当成一个课程来训令 你要加入教会 你要加入教会 你学这个做门徒的课程 或者呢 把教会当成 把这个做门徒呢 当成教会人数发展的一套机制 就是说呢 你们是个门徒小组 然后每个人都去带门徒 给你任务 一年带两个 带三个 然后叫过来 人数又多 好像是一种 做生意的推销方式 就是说把它当成一座机制 那么以为呢 我们只要把人 放在课程当中去训令 就可以带来福音发展 其实这里理解 做耶稣的门徒 这样理解是太夫勤的 从整卷福音书来看 做耶稣的门徒 是一种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 这句话要记住 跟白面说一下 做门徒是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一生跟从 顺服 效法耶稣 活出耶稣样式的整个生命 然后把这个生命诚信出来 所以因此呢 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学完了就结束了 不是这样子 门徒也不是一套课程 就可以把它培养出来 你是耶稣的门徒了 其实做门徒是一生 并且做门徒是一个生活方式 好 前六姐妹 那么下面也让我们看看 福音书当中的门徒 他们跟从耶稣 我们要思考一下 他们跟从耶稣 三年有没有结束了呢 就是说门徒跟耶稣 对吧 十二个门徒跟耶稣 不是跟了三年吗 对吧 那他们 耶稣复活之后 升天了 他们是不是毕业了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 三年的功课学习 是不是耶稣升天结束呢 你们答案说没有 但是你要说 为什么没有 还有我们看 经文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七节 你有没有手上圣经 看一下 二十八章十七节 马太福音 那你说 那些人都来拜耶稣 下面还讲了一句 还有人疑惑 所以在马太福音书当中 门徒表现出来 都是小信 耶稣常说 你们小信的人 那在其他福音书 写门徒呢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耶稣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啊 所以一样是没有信心的 还有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书二十一章啊 在那里呢 耶稣复活之后呢 门徒因为受不了 环境的压力啊 约翰福音书二十一章就记载呢 彼得就带着几个门徒说 我打鱼去 然后几个门徒说 好 我也去 彼得就带着几个门徒 从操就业打鱼去了 然后他们在加利利海上 打了一夜的鱼 都没有收获到一条鱼啊 还好 耶稣看顾他们 耶稣在岸上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没有 然后耶稣说 把网撒在右边 然后这一网一撒下去啊 这个一拉 网多得不得了 拉不动 这个时候彼得想起来 这个岸上应该是耶稣 马上穿上衣服 跳到海里 游到岸上去 而那一次呢 他把网撒下去呢 圣经说 那一网打了一百五十三条大鱼 知道大鱼有多大吗 他们买鱼的人说 是这样好像表示大鱼 好像这样表示中鱼 有小鱼 他们有分等的 鱼要分等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卖新货吧 如果你卖水果也要分嘛 大的水果放一起 小一点的放一起 你不能大的小的一起卖 那你肯定亏本 卖不上价格的 大的一起卖 可以卖得很贵 好看的 所以鱼也是这样 他说一网打了一百五十三条大鱼 圣经为什么把数字写出来 我认为是 加利利海上历史记录 应该是历史记录 为什么要这么准确 写一百五十三 为什么不说一百五十多条 可能就是历史记录嘛 对不对 你看耶稣继续向他们写信 在那个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在复活之后 彼得还是软弱的 耶稣复活之后 彼得这些门徒 还是软弱的 所以在加利利的海岸上 就那天早晨的时候 在篝火旁 耶稣就再次呼召彼得说 你跟从我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透过福音书 所以我们明白 做门徒不是学习三名的门徒课程 听到耶稣的教导 好 做门徒就结束了 不是的 做门徒是什么 我们读一下 一二三 做门徒是一生跟随顺服 效法耶稣 活出耶稣的样式 与复活的主 同在的生活 这是做门徒 所以教会作为耶稣门徒的群体 教会的使命 就是大家共同活出耶稣 并且使别人 要看尽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就是让别人看 我们怎么做耶稣的门徒 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耶稣猜请门徒 不是仅仅说 耶稣说你们去世 忘名做门徒 耶稣没有说 你们只讲耶稣就可以 圣洁没有说 怎么向万人 做耶稣的门徒 没有具体讲 对吧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说 要把耶稣所教导的 都要教训他们 遵守很显然 是生活 所以耶稣叫门徒去世 忘名做门徒是什么 是向别人活出耶稣 把耶稣活出来 所以活出耶稣 就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教会的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谈到这里 我们复习一下 法国城观教会的意象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三 高举基督福音 受差派在人群中 活出基督的样式 做信贷成事中的恩典之光 其实我们这个意象 就是做耶稣的门徒 一生做祂的门徒 就是这个 下面我们谈最后一点 从耶稣复活 看教会意义 是教会的存在 进证耶稣的救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读马太福音 最后一节经文 我们读 打开 你手上有吗 最后一节 反我 一起来 一二三 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兄姐妹 这我说一下 中文圣经方译 总是 每一天 总是希望把它 翻译成长长 这里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好像不是 听天与我们同在 其实他的原文是 我就每一天 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个世代的结束 其实原文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将 耶稣的教导活出来 那么耶稣也有一个 应许给我们 他说应许呢 他会与我们 每一天都同在 直到这个世代的结束 当教会活出 耶稣的样式 其实就是教会 存在的价值 教会活出 耶稣的样式 就是向世人 去竞争 耶稣的救恩 我们看 耶稣每一天 与我们同在 是我们向世人竞争 耶稣复活的 并且他的恩典 耶稣的恩典 每一天 临到我们 然后这个是向我们 像其他人 做的竞争 所以耶稣在这里 没有说 没有说答应我们 说我复活了 然后基督徒 再世上 再也没有苦难了 然后再也没有 生活压力了 然后再也不会生病了 甚至也不会死了 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没有答应 我们这一切 但是耶稣答应我们说 每一天 与我们同在 旁边的人说一下 主耶稣 每一天与我同在 也与你同在 耶稣与我们同在 就是马太福音书当中 一个重要的神学思想 这个神学思想 就是以马内力 我们看一下 在马太福音书 第一章 二十二节 这节经文说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 心之的话所说 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于怀孕生子 神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呢 是根据声音方译的 没有根据意思 所以他后面的括号 圣经就说明一下 以马内力方译出来 按照意思方译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 是马太福音的 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 那么神与我们同在 还可以更好的方译 应该说 神与我们同住 这就是整本圣经的 一个主题 我们看在篡世纪 神造亚当夏娃 神在伊甸园当中 要跟他们同住 但是呢 人类因为犯罪 堕落 死亡 离开神 被赶出一定远 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 就是将人 从这个罪恶当中 把我们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把人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的救恩 将我们的生命 是重新进照 并且在世界的末了 他要带我们进入 心天心地 所以这个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不是说一切结束了 是新的开始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读着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不是越来越轻 直到世界的末了 是越来越响 因为那末了之后 是新的天地 是新天地开始了 所以耶稣是与我们同在 直到这个世代结束 然后带我们进入 心天心地 所以在启示录 就说 神的赞目在人今 他的意思也是 神与我们同住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 耶稣的救恩 最终恢复了 神在一定缘中 创造的旨意 神与人永远同住 因此耶稣与我们 每一天同在 就是救恩 带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耶稣与我们同在 就是救恩带来的结果 好 今天复活的耶稣 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教会中 耶稣 他做教会元首 教会的存在 教会的生活 就是敬正耶稣的救恩 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 我们看见 耶路上人的教会呢 他只把耶稣 同在的生活 大家一起活出来 经文说 神将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他们 他们只要把耶稣活出来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与我们每天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我们对于 这个经文的结果 刚才说了 这个结果不是失落 而是更好的将来 好 最后我们看一句话 所以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中 带着终末的盼望 因为最后说 足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就有一个 终末的盼望 终末就是 未来的盼望 将来的盼望 这个世界会结束 会有一个心惊心地 这个叫做 终末的盼望 那么基督徒的生活 是喜乐的 是永远有盼望的 将来我们绝对不会 羞羞愧愧 羞愧愧愧说 我们信耶稣 信了一辈子 最后生老 最后生病死了 然后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 我们的将来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将来是荣耀的 我们将来是美好的 所以弟兄姐妹 意思就是说 我们当下呢 就要把蒙了 救恩的生活 要活出来 我们要把主 每一天的同在 活出来 基督徒今天活着 面对苦难 面对疾病 面对压力 我们的生活 就应该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孩子想起 我在中国的我母亲 她最近这两年住院 住了两次 她住院的时候呢 很奇怪 她住院很快乐 虽然生什么病 医生查不出来 她很快乐 然后同传的人都觉得 你这个人生病 然后还是这么快乐 所以她每次生病 总是可以让人看到 哇 有人生病 居然可以这样子 然后说 你是信耶稣的 真的是那些人 她活生生地看到一个人 可以面对疾病 面对死亡是喜乐的 其实那些人 他们也说 我们也要去信耶稣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也应该这样 主每一天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生活 是可以让我们去面对 比如说门徒遇到风浪 主与我们同在 对吧 如果遇到疾病 我们会经历到 主也会医治我们 对吧 如果我们遇到黑暗的势力 撒旦的权势 耶稣总是胜过 这一切黑暗的权势 所以我们的生活 主与我们同在 是充满盼望的 所以耶稣复活 让福音书所有的信息 成为真实 并且在今天也会发生 对不对 但跟旁边人说一下 耶稣复活 让圣经这些事情 都成为事实 耶稣复活 让耶稣复活 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复活了 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与我们同在 那么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也是不是说 主啊 我愿你复活 愿你今天走进我的生命当中 让我今天不是去坟墓里找你 让我今天是 在我的生命中寻找你 我相信 你复活的主 主啊 你住进我的生命中 你每一天会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 那为我们定在十架上 为我们受苦受死 在坟墓中三天 然后在死人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敬拜你 我们称颂你的命 主啊 你十日而复活 是为了我们 叫我们罪得赦免 然后你在十架上所流的血 叫父神对我们的愤怒止息 使我们与父神和好 主耶稣你的死 败坏了斩死权的那个魔鬼撒当 主啊 你从死里复活 最后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主耶稣 你从死里复活之后 父神将你升为至高 你一切所有的权柄 都在你的手中 如今你坐在父神的右边 与父神一同坐完 主啊 不但如此 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 你也说我们会与你在天上 一同坐完 说啊 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 我们将来要进入心听心地 与你永远在一起 将来的世界要完全地被更新 不再有引力 不再有哭泣 不再有悲哀 一切都过去了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今天你已经把你复活的大能 和复活的实际 产生在我们生命中 因为你说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也说 你把你的权柄赐给地上的教会 主啊 谢谢你这样的恩典 今天我们在这里 奋靠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今天求你 用你的宝血来竭尽我们每一位 主啊 今天求你十字架散 那个一致的大能 医治我们所有的人 主啊 今天也恳求耶稣基督 主啊 求你复活的能力和权柄 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你 那个神叫你 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今天让我们在基督里 重生得生命了 哈利路亚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得胜归于你 求你 因你从死里复活 将一切的天上的恩惠 祝福所有属灵的恩灵 从天上分分复复的 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临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哈利路亚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下面我们请坐 今天复活节 还有特别的节目 那么今天首先有 儿童主日学 这些孩子 他们带来诗歌 来信给这位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下面我们 欢迎这些 儿童主日学小朋友 就这个 对 就直接上来 好 弟兄姐妹 用掌声欢迎一下他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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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i je crois dans mon coeur qu'il est mort sur la croix i je crois dans mon coeur qu'il est me suicidé i je sais le Seigneur a effacé mes péchés i je sais le Seigneur a effacé mes péchés 我相信我讀戏 有 disorder 我相信我 Creole 他在死上了 我也相信我 可以夙 ص Кор logan Państwa我知道 我只要回私 我只要回私 save me be she 有一天 他来到我心房 他将我心里的重方全带走 他悄悄地留下了平安 喜乐和丰盛 一生命给我 他平时有主耶稣 耶稣 为了爱 他来到世界上 他命是耶稣 耶稣 耶稣 为了爱 被钉在释迦上 有一天 他来到我心房 他将我心里的重方全带走 他悄悄地留下了平安 喜乐和丰盛 喜乐和丰盛 一生命给我 他命是耶稣 耶稣 耶稣 为了爱 他来到世界上 他命是耶稣 耶稣 耶稣 为了爱 他来到世界上 还要继续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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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胆住PPT啊 好 我自己来吧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刚才主持学孩子他们为我们 带来非常美好的诗歌 也感谢他们都是 愿神祝福他们的人生 让他们生命能够在基督里面 健康快乐地成长 让他们在知识身体 也在心灵心智灵性 都能够健康地成长 让我们再次为他们祝福 愿神大大恩待他们 好 谢谢 好 下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 耶稣复活节猜情礼 那么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 我先跟弟兄姐妹说明一下 当教会尽力的时候呢 他其实也像一个孩子 他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没有选择 在开拓教会的第一天 就去任命哪一些职位 或者让什么人做什么事份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经过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也是 我们在其中让我们教会 大家同步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今天也可以说 法国城关教会 两年多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也感谢主 法国城关教会 也在神的恩典中 去经历了成长 那么我在这里 今天这个猜情礼当中 有几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说明一下 教会的结构组织 这个是希望每个弟兄姐妹 你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那么教会的结构组织呢 我们教会的管理呢 会采用其中的一种模式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 教会管理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主教制 主教制就是主教说了算 这种的模式呢 就是今天我们能了解的听主教 就是主教制 主教说干嘛就干嘛 主教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主教制 那今天有些教会呢 因为信贷呢 受民主的思想影响 有些教会变成了会众制 会众制的教会是什么呢 是全教会的会友 然后做教会的决定 那这种的决定呢 是每一个教会需要有多少会友登记 然后这些会友为教会的大事 或者重要的事情 要参加会友大会 然后会友大会有多少的投票率 然后有多少票通过 然后才决定 那么我们也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那我说明一下 我们不用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也不觉得用一个人去做决定呢 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更多的是团队多元 是很多人的参与 那么主教制呢 不太适应今天这个时代 或者说不太适应我们今天在法国的这样一个群体 还有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采用了会众制 让所有弟兄姐妹投票 去决定教会的做法呢 我认为这样的做法 有他优点 但也有他的缺顶 他的缺顶是在于 教会呢 好像不是让神做决定 不是让圣灵做决定 教会是让人去做决定 大家说好 投票的人多 教会就通过了 投票的人少 大家就通不过 这样子呢 会有一种偏向 以人为本的教会 而不是以神为本的教会 当然现在有一些教会也是会众制 我们不能够去批评 这种是不对的 只是他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根据他的会众 以及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一些真理 做出合理的 适合我们的一种方式 那么第三种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团队领导的一种方式 这种呢 在基督教历史上 我们称他为长老制 那么长老制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当中 保罗在任何地方建立教会 然后就设立长老 之后呢 保罗就离开这个地方 那么设立长老 中文读的时候 好像读过来只有一位长老 其实用法轮圣经 或者其他的圣经 你会知道 是设立长老门 是好几个长老设立 保罗设立了好几个长老之后 把教会交给这些长老们 然后保罗就离开 那么这个教会呢 就让这些长老来治理 那么在圣经当中 也有使徒形状 我们看 耶路撒冷的教会 因为放始管理的问题 已经人数增加 出现了很多教会的问题 那个时候呢 使徒们说 我们去管理放始 就不太合适 我们还是以传道 祈祷为念 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使徒们 就借着神给他们的智慧 选立了七位当时的执事 七位呢 其实也是一个团队 让这七位执事呢 去治理教会的行政工作 那么我们的教会 就采用这种的长老制的方式 就是以神所在教会中 按照他的心意 所选立的这几个人 成为一个领导团队 去带领教会 好 这个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明白 如果大家有疑问呢 你们在小组当中 去问你们的组长 你们去讨论 他组长都应该可以告诉你们 这样的方式 如果有人有疑问 也可以再次向我询问 好 那么这个就是 那么我们的长老团队 叫什么呢 现在我给他取名叫 教会使命团队 这个团队的情深是 我们刚开始开拓教会嘛 有一个团队的名字 叫异象团队 对吧 但现在已经不是开拓了 那现在是发展了 那所以我们取名叫 使命团队 为什么先给他取名叫 使命团队呢 第一 当然这些人必须带着 神的使命 带着对整个教会的使命 他们必须是走在众人的前面的 这是使命团队 还有呢 叫使命团队 也类似于其他教会 你如果听到其他教会说 长职会 就是说长老加职士的长职会 其实我们这个就等同于 其他教会的长职会 那么现在我们教会还很年轻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案例长老 也没有案例执事 那现在我们新给他取名为 教会使命团队 那么这个是使命团队 那么在教会使命团队的下面呢 我们还分两个团队 一个是小组的组长团队 这个团队主要是牧羊 牧羊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呢 是行政士工团队 这个团队是主要把教会的工作做好 比如说摄像 投影 乐队的敬拜 然后接待 茶典 这些都是做事情的 做事情的叫士工团队 那我们教会为什么 把小组团队跟士工团队分开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注重牧羊 才把它分开来 因为不分开来 很容易教会不注重人的牧羊 就注重把事情做了 这会出现问题 所以分开来之后 其实是强调教会的牧羊 所以今天我们分开来之后呢 这里是小组组长团队 将来教会发展呢 这里会变成教会的牧区教牧团队 就是牧区的区长团队了 不是小组长了 希望你们都加油 让你们的小组长将来都成区长 他一成区长 将来这个就是教牧团队 专门是负责牧团队的这一块 那么这边是行政团队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在这里 向大家先宣布一下 我们这边使命团队的成员 我报到的名字的 请你上来 第一位 我使命团队成员 福敬田弟兄 第二位 蔡博中弟兄 就是我 站这里 好 我们先 我假设站这里 第三位 福苏房分弟兄 第四位 陈敬卿弟兄 第五位 杨四海弟兄 下面第六位 林立姐妹 下面这个 第七位 蔡立军师母 第八位 萧凌云姐妹 第九位 徐信凤姐妹 第十位 陈真立姐妹 好 这样子呢 我们一共是十位成员 那么现在我还是 跟弟兄姐妹 再次说一下 我们这个使命团队啊 主要是 做什么事情的 想跟弟兄姐妹 再次说明一下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这个 使命团队就是 我们台上这十位 那现在呢 大家可能有些发现呢 当中都有一些是夫妻 那希望教会发展以后 将来没有夫妻 OK啊 现在教会还太小 将来我们教会发展了呢 就有些就不是夫妻了 可能就是代表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 使命团队是根据 教会中的 长老们的模式 治理教会 那么对于他们 长老们的要求呢 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 这些人是在教会中 生命相对成熟 还不是很成熟 还非常年轻 又漂亮 又帅 是相对成熟 品格 生命品格优秀 圣经真理扎实 然后恩赐突出 还有他们要认同教会的意向 和教会的管理模式 意思说 你如果是加入使命团队的人 你要认同教会的管理模式 然后在教会中 是多宁信主 以及侍奉 个人婚姻完整 无重大过挫折 大概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那么使命团队的责任呢 是领受神 赋予教会当下的心意 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使教会尽造在基督的真理根基之上 那么根据圣经真理 来并别当下社会处境 使弟兄姐妹活出基督的形象 以及合乎圣经的伦理生活 并使教会行在基督赋予的大使命中 这段话可能听完了 你也听得不太懂 究竟我们在干什么 我再简单地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团队会去讨论 那么讨论比如说 教会对于哪一些人 比如说严重的人 可能说停止你圣参的 或者说给你警告处分的 就是这个团队去讨论的 我们会讨论这些 还有呢我们去讨论呢 比如说伦理问题 比如说我们教会是赞同堕胎 还是说仍然矜持不可以堕胎 我们教会对于同性的婚姻 是怎么看法 这是伦理问题 那也是我们这个团队要去讨论 就决定说我们教会 对于这些伦理方面是怎么看的 比如说关于婚姻 我们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教导 传也不可误会 婚情也不可苟合 不可同居啊 比如说这些的婚姻的伦理 我们教会都需要经历起来的 那这些呢就是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会去讨论的 还有这个团队呢 会讨论我们教会 今后的大的方向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教会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交给这个团队讨论的 所以这个团队就干这种事情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OK 好 下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 有一个礼 大家去 我自己控制 OK 我们下面有一个 这里职责介绍了 下面我们使命团队 有一个合一敬正礼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方式 大家看到我们会每一个人呢 你们就可以动动手吧 他们会每一个人用手 用我们的右手 就右手吧 右手 右手 我们用右手 然后会在这里印下印 清明 就是使命团队的所有人 好 我们抓紧时间快点 他们在下面看着我们 这个都涂上 要不然 这样可以了 好 这谁 所以要哪个颜色 好 下面 这就按下 然后知道自己的手印 然后亲自 我们等于是把他们卖了 卖 下面有笔吗 每个人亲自一下 这个 要亲自吗 你还没有 这里大家来亲自 亲自 亲自 请大家 现在不是没事干 这个是让大家看 做进证 对吧 好 我们签完字 我们站起来 原来的位置 我们拍一张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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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的来亲自 然后我们排队拍照 那黑的比吧 黑的比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拍张照 好 千衰 好 若也那边也有 好 好 我们一起来拍照 就按照刚才的我们名字的次序 好 我们一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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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一个祷告 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弟兄姐妹 也为我们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 这个使命团队 能够忠心地 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进照教会 也带领弟兄姐妹 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教会的元首 圣灵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把法国城关教会 交在你的手中 这个教会是你的 是你所建立的 你是教会的元首 你是教会的主 主啊 求你 亲自带领法国城关教会 亲自引导这个教会 主耶稣 求你祝福这个使命团队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门以呼召 是你给我的恩典 让我们担任这样的职份 主 我们谢谢你 求你恩待我们 使我们能够忠心事奉 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治理教会 求神也祝福我们 使我们能够清卑服事 主啊 使我们让教会 带领弟兄姐妹 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等一下 好 弟兄姐妹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请大家忍耐 下一个环节是 我们今天有行政事工团队 我先做一下他们的职责介绍 事工团队的职责就是 把教会的事工做好就是了 他们基本上跟牧养没有关系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 你不要去找小娜 敬拜团 他不管你心情好不好 他只管你唱歌的时候 你拼命战就是了 那你心情不好找谁 找主长啊 到现在还不知道找谁啊 心情不好找主长 对吧 这个是牧养这条性 但是行政事工跟牧养没关系 他只是把教会的工作做好 这就是他们的职责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是这个行政事工团队呢 我们会有一个授牌礼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也不能给主长再次的给他们一个授子礼 所以主长会放到我们以后下一次 或者圣灵降临节 或者在七月份 那么给他们也有一个按手礼 是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行政团队同工 他们有一个猜禽兽牌礼 下面的时间交给灵力姐妹来主持 好 弟兄姊妹 我们再忍耐几分钟 那非常地感谢神 我们教会经历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两个月了 非常地感恩 在这两年当中 我们弟兄姊妹 大家都是这样的 非常尽心地为这个教会付出和维生 在主里面非常地感谢神 也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那我们教会从经历到现在呢 我们出来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样样都没有 但我们现在的样样都不缺 我非常地感恩 也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教会 有那么多各个部门的 每一个部都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呢 在负责 在做各项的事工的工作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一次的复活节主日呢 我们今天要给每一个部门的 每一位同工呢 给予一个受牌礼 就好像说我们生活需要以示感 教会的以示也不能少 所以我们就 接下来我们会 有十个部门 我们要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上来受牌 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安全纪律部的部长 杨世海弟兄 上台接受受牌 教会安全纪律部 杨世海部长 好 我们还有请猜请书 那么我们会在猜请书上签名 那竞争人请 敬请两位弟兄过来 感觉这些一请就好像卖生气一样 用这个 对 你就亲 我就亲 对 对 我们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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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弟兄姐妹念一下 这个猜请书上写什么字 约翰福音书二十章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请了我 我也照样猜请你们 奉圣父圣子圣你的名 猜请杨世海弟兄 担任法国城关教会 国语堂安全纪律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侍奉 清卑顺服 殷勤自离 进行教会使命 荣神一人 还有还有 当任职位七姓 不是永远的 自2020年3月31日 自2027年3月31日 三年 我们是三年一届 好 谢谢 下面 非常感谢主的恩定 也感谢我们教会的牧者 和我们教会的众同工们 赋予我这个子分 正所谓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我们教会也应该要规有居 也要纪律 如果我们一个人 如果进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感觉好像菜市场 这样就不合适了 所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教会 所有的 所有的参与 纪律部的弟兄们 感谢大家的付出和配合 他们通常都是从早上 11点钟到晚上5点钟才离开的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忠心 我们请我们纪律部的弟兄可以站立吗 大家要鼓励一下 你们辛苦了 让上帝祝福你们 因为他们的公主都是 他每天早上来的时候 他们都是搬这些椅子 还有音乐的这些器材 真的非常的忠心 所以我们也期待 我们在今后的服饰当中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神托付我们的事工能够做好 当然在我们的当中 也有些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缉纳和理解 也多多提提你们的意见 我们要好好的要改改 这样把神的教会 能够治理得好 使我们的教会 真正成为一个龙神艺人 成为城市之官 为神的名助拿美好的见证 谢谢大家 好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仓服部 福敬田弟兄上台 教会仓服部 福敬田部长 好 我们盛ül 好 来我们筛形书 助把热情调 它的颜色 好 授予你猜请书 奉圣福圣子圣礼的名 猜请福建廷弟兄 担任法国城关教会国语堂 仓服部门部长职位 判其忠心侍奉 清悲顺服 殷勤自理 进行教会一向 容身一人 谢谢 谢谢 亲爱的家人们 复活节快乐 我是胡敬廷弟兄 非常感恩教会受于小弟兄 这样一个苍蝇部的部长 这样一个职务 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部门的工作 人们常说兵马未动 什么样 粮草心系 我们的服饰是为了法国城关教会 每一位基督的精兵提供主日的简单的餐食 其中也包括其他的聚会 像夏令营 圣诞节 以及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节日 有需要做餐食的时候 都是我们这个部门全权的负责 目前我们这个部门是有五户 做苍蝇业的弟兄姐妹 轮流做每周的主日餐食 其中包括袁林海弟兄 请你们起立 是他的夫妇 朱英 是他们在默默地付出 还有一位是林中夫妇 还有一位是林进宝夫妇 还有一位是朱爱瑞夫妇 由于他今天有事情 所以不在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还有是我 是我们 就是夫妇 OK 在此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在这个事工上默默地付出 过去的一年当中 部门的工作状况也是 团队资金的这些时间的安排 资金的信息共享 也是非常的自由 和联合的这样一个协调 借此机会 我也向这个团队中 所有的成员说声谢谢 谢谢你们 这些日子以来 其实感恩在你们身上 我也学到好多宝贵的这些东西 盼望我们在今后的 这样一个服饰当中 把我们这份职务 当作我们共同的一个职责 因为我们在服饰当中 都能够做彼此的左右手 做彼此的一个颁服 在服饰当中 我们共同也被基督尽召 我们长颜部 也是非常乐意接受 家人们的提供 各样的敬意和意见 今天也打一个小广告 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姐妹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们加入 我们这个参与部 求神也帮助我们 能够忠心的事分 清悲 顺服 进行教会的意向 荣誓一人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后总务部的部长 陈敬青弟兄 教会后总务部 陈敬青部长 好 我们来为拆请书 请书 这份是猜琴书 陈建勤弟兄 担任法国陈关教会国语堂后总务 后总务就是说 没人管的剩下的都他管 这叫后总务 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侍奉 清卑顺服 殷勤自礼 进行教会意向 荣神一人 法国陈关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陈敬清 是管理教会后总务的 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 领受教会的受制礼 谢谢神的恩典 使用我 也谢谢教会的委任 也谢谢我的同工 陈永泉弟兄 谢谢 他静止静泽 为我们预备 教会的日常的所需 今天我领受这个职份 我愿意继续与永泉弟兄 配搭 尽责尽忠 服侍教会 神的家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提意见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接待清洁部的部长 萧凌云姐妹 教会接待清洁部 萧凌云部长 好 我们来亲自猜情书 谢谢大家 猜请萧凌云姐妹 担任法国城关教会国语堂 接待清洁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事奉 清悲顺服 殷勤治理 进行教会意向 荣神一人 法国城关教会的家人们大家好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有这么大的荣幸 站在这里接受教会的受制理 很感谢神使用软弱的我 让我能够参与到神的家中的服饰 也谢谢教会众同工的信任 让我担任教会里 管理清洁部和接待部的工作 在这里 我要谢谢所有参与 接待和清洁的弟兄姊妹 接待部的弟兄姊妹 你们用你的爱心 笑容 尽心尽力地去服饰 接待 因为你们的服饰 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感受到被爱 被欢迎 被接纳 同时也谢谢 所有参与亲节的姊妹们 感谢你们辛苦的付出 感谢你们未来聚会的弟兄姊妹 营造一个舒适 整洁的聚会环境 谢谢大家 也请大家给这些参与清洁的弟兄姊妹 和接待的弟兄姊妹一个大大的掌声 今天我领受这份职讽 我愿意忠心服侍 清悲顺服 殷勤治理 进行教会的预向 荣誓一人 也请城关教会的弟兄姊妹 多多的提点 多多的 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 也请大家多多的包容 为我们和所有参加接待 和亲近的弟兄姊妹 多多祷告 使我们的服饰 能够和神的心意 教人得着益处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有请财务部部长 许幸峰姐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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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 教会财务部 徐姓愤部长 祝福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来亲自 猜情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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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情徐姓愤姐妹 当任法国陈光教会 国语坛财务部门部长职务 盼其忠心事奉 清卑顺服 殷勤自礼 进行教会异象 荣神一人 谢谢 好像拿到这样子很成功 帝兄姐妹平安 很感谢 感谢主的恩典 也感谢我们成功教会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让我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服事 很感恩 首先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财务部 我是其中的一员 还有我们两位姐妹 一位我们上姐姐妹 还有玉海姐妹 请他们两位站立起来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谢谢他们的这样的付出 也很辛苦 谢谢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 职务主要就是 将我们教会每一次的奉献收入 还有一些费用支出 我们都是很详细地一一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也每个部门的 他们有需要的经费 都是每个部门的部长来领取 然后亲自 我们也是将每个剧度 还有一年的账目 让我们的十面团队 进度过目还有审查 然后在这里我也很感恩 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 我们彼此配搭彼此相顾 我们共同努力 来提升我们服事的效率 同时我们也会以一个忠诚 谨慎认真的一个服事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的职务 也谢谢 也请弟兄姐妹多多为我们祷告 谢谢大家 好 下面我们就请查顶活动部部长 蔡立军师母 教会查顶活动部 林立军部长 好 拆请我们亲自拆请书 好 拆请 好 拆请 蔡勤蔡立军师母担任法国城关教会国语坛 茶顶活动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侍奉 清悲顺服 殷勤自离 进行教会意向 荣神一人 城关教会的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的开心 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也感谢神 让我可以有幸参与教会的服事 也感谢城关教会 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让我可以担任教会 田平活动部的同工 我想这是神给我几大的恩典 那从我们教会成立 这两年以来 我们每个主日上会以后 都会有在一起吃顶心 并且聊天 谈心这样一个环节 也根据弟兄姐妹的反馈 大家都觉得教会这样的安排 非常的好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 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感谢他们在每一个主日 都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也求神祭念他们的百上 我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劳苦 是不会突然的 那目前我们团队 我们现在参与的人员有 那从四月份开始 我们又有两位弟兄加入我们的团队 他们就是永泉弟兄和小波弟兄 我们请他们这么多人 请他们一起站立好吧 请所有的查顶部的同工们一起站立 给他们一个掌声 谢谢他们每个主日为我们辛苦的付出 每个主日我们可以领受这么多的美食 这么好吃的顶心 都是他们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在新的一年 我也希望我们的团队 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也在这里也 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让我们大家吃得开心 聊天聊得顺心 并且呢 让大家甜品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阿们 然后今年 我们奉教 今天我站在这里奉教会的拆请 担任甜品活动部的工作 在这里也请弟兄姐妹 为我们这个部门来祷告 求神也赐给我们聪明与智慧 让我们可以忠心地做好这份工作 也请团队的弟兄姐妹 多多地鼓励我 支持我 让我们的团队越做越好 让神的名得荣耀 就像有一首歌说的 只要人人都信出一点爱 我们的教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阿们 最后我在这里也再次发出邀请 如果你觉得你有心要参与这个部门工作的 请随时跟我们 随时跟我领续 然后可以来我这里来报名 同时呢我也要邀请 因为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活动部 活动部是做什么就是每次的母亲节 父亲节 圣诞节还有三八妇女节 就是所有的节日我们会有一个策划 比如要送礼物啊或者是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部门 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成立团队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邀请如果有这方面有兴趣的 或者是你有兴趣要参与这个部门的也可以向我来报名 让我们的教会每年的节日过得更加有以示感 最后我们也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愿主将上头来的智慧能力恩顶多又多的加给我们成观教会 阿们 好 下面我们有请多媒体部苏房丰帝兄 教会多媒体部苏房丰部长 好 我们来请开请苏 阿们 拆请苏凡芬弟兄 担任法国陈关教会国语坛 多媒体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侍奉 清卑顺服 殷勤自离 进行教会意向 荣神一人 弟兄姐妹主席了 我是多媒体的书房分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 可以在教会里服侍 接下来我会介绍 我们部门主要负责的 事工和成员 我们每周的周报 是由我们团队的 弱雅姐妹负责 感谢她每周辛苦的付出 需要跟不同的部门 去收集资料 以及制作周报 然后就是我们摄影的工作 是由我们的 弱雅 小峰和 明慧三位姐妹负责 他们每周需要调整好机器 对准讲台 还要负责剪辑上传 视频等工作 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 求神纪念 以及我们投影的工作 是由安宁 丽丝 燕迪 三位姐妹负责 工作内容 包括制作投影 包括制作投影和 每周吃歌的歌词敬拜 投影主日PPT等 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 求神纪念 最后就是我们今年新开通的 每周主日的直播 目前是由我和安宁姐妹负责 在教会开拓之初 我们就定下了许多的目标 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们在今年都顺利地达成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再次感谢他们每周辛苦的付出 也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 可以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在介绍成员的时候 我们部门有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教会的姐妹对多媒体的事工很积极 除了我以外都是姐妹 在这里我也要呼吁一下弟兄们要加油 多媒体的服饰需要你们的参与 多媒体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 未来还会开拓一些新的工作 然后就是我们每周需要调整投影机 整理器材 直播 也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 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加入的话 我代表多媒体欢迎你们 在接下来的任期三年中 作为部长我会忠心地继续完成以上的工作 也求神赐给我们团队能力 让我们能够充满智慧 能够开拓更多的事工 为弟兄姐妹带来更好的体验 也请大家监督我 支持我 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团队祷告 感谢大家 下面我们有请音乐敬拜部张祥娜姐妹 国语堂音乐敬拜部张晓纳部长 好 我们清一下才请书 不点雨忽敬拜部张晓纤 不曾邀员 不等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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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您认阅 不等于您订阅 猜请张晓纳姐妹 担任法国陈关教会国语堂音乐敬拜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侍奉 清卑顺服 殷勤自离 进行教会意向 荣神一人 弟兄姐妹主日喜乐 大家下午好 我是国语部敬拜团新的部长张晓纳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法国陈关教会的核心团队的信任 让我当这个新职份 尽管我是一个软弱不配的人 但神的恩典可以让我来侍奉他 敬拜团在主日的崇拜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将透过诗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赞美 一起来敬拜尊崇神 主日敬拜也非常需要大家多多的带到 让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 使主的名在每次的聚会中 得着他当得的荣耀 然后也使我们心中能够充满平安喜乐与盼望 阿们 阿们 然后我们国语堂的敬拜 还有来自法语堂的助力 他们有贝斯手 吉他手 还有鼓手 让我们敬拜的伴奏也能更加的丰富 然后再次也谢谢法语部的同工们 也感谢多媒体的同工们跟我们一起的搭配 感谢他们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让我们可以有歌词看 然后也可以使没能来参加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看直播跟我们一起崇拜 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设备也都越来越丰富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操练彼此之间的搭配与默契 谢谢你们的殷勤侍奉 让神纪念你们 然后接下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敬拜团的人员 我们敬拜团总共有八位 三位竹林兼伴唱 有我丽君姐妹 还有林丽姐妹 还有两位伴唱 芬芳姐妹 还有瑞飞姐妹 是新加入的 还没有轮到 然后呢我们有一位 贝斯手兼伴唱 建青弟兄 还有一位钢琴手 圣海弟兄 麻烦你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可能都在这边 然后最后呢我们敬拜团还有一位副部长 李晨晨弟兄 他是管理设备调音方面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敬拜团的副部长 李晨晨弟兄上台 博中床套为他授牌 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红的 黑的非常配 国语堂音乐敬拜部李晨晨副部长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说几句 他非常辛苦 对吧 一个人经手岗位 首先非常感谢成光的弟兄姐妹 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 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再次彼此认识一下 其实小弟呢也非常荣幸 担任调音台的这份职务 能为大家效劳 希望有能力的弟兄姐妹 尽量参与进来 然后最后让我们抱有 防止感恩的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感谢 最后呢 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们 能够多多地配合我们 然后监督我 多多为我带导 让我在服事的路程上 充满基督的爱 使别人得益处 也愿神能够帮助我 兼顾我 保持初心 谦卑顺服 使主的民得着荣耀 使我在管理的最终 最终的决定 能够造就人 谢谢大家 好 下面有请儿童事工部 陈甄丽姐妹 教会儿童事工部 陈甄丽部长 好 我们来请拆派书 谢谢大家 猜请陈增丽姐妹 担任法国陈关教会国语堂 儿童事工部门部长职位 盼其忠心侍奉 清卑顺服 殷勤自礼 进行教会意向 荣神一人 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下午好 我是现任儿童主持学的校长 陈正丽 小朋友们都喜欢叫我安杰拉 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安杰拉 我曾经有一位神学老师 说过一句话 对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句话一直影响我到今天 他说你可以选择 你所要服侍的教会 但你不能选择 你所要做的服侍 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恩赐 让我们去服侍神 在我13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年纪 神就对我有特别的呼召 在那个时候 我就是对儿童主持学 有特别的感动和负担 所以在我13岁的时候 我就参与主持学的服侍 所以在我15岁的时候 我就正式成为了儿童主持学的老师 一直到今天 已经12年的时间 感谢神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主持学的服侍 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参与主持学 每一个主日我总是满怀期待地来主持学 我特别期待看到每一位小朋友 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 我也知道我所做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有这个荣幸来担任这个儿童主持学的校长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侍到更多的人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服侍的不再只是小朋友 更是他们的家长 还有老师们 还有助教们 让我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也感谢城关教会的牧者同工们的信任 让我来担任这个重任 也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也要感谢每一位儿童主持学老师们辛苦的摆上 因为每一次的课程 他们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预备 也需要他们绞尽脑汁 想很多不同的点子来吸引小朋友们的注意力 即使很多时候他们真的都很不受我们的控制 但是他们也很磨练我们的耐心 但是你们仍然坚持不放弃 真的很不容易 你们真的很棒 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下孟航老师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因为他可能在主持学 因为他每一个星期 他都是最早来主持学的一个老师 我能想象每一次带三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出门 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可以每一个星期都这么早地过来 我觉得非常地感动 我每次看到他的服饰 我都会 也会特别地激励我 就是也会提醒我需要更多的摆上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助教们 因为他们能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帮我们照顾到每一位小朋友的需要 也可以帮我们减轻老师们的负担 让整一个课程呢 就是变得更加地顺畅 然后我也要特别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教师团队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他们都非常地有爱心 然后有耐心 也非常地顺服 当然他们也充满着想象力和好奇心 我们目前呢 我们有六位老师 还有八位助教 然后下一个季度呢 我们即将有三位新的助教要加入我们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团队终于有弟兄要加入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神 也非常地期待 那我们的老师现在就是目前是我 然后瑞飞 然后尚杰 笨笨 还有孟涵 还有马昕 然后我们助教是 Sabrina Fanny 小青 然后燕迪 小伟 红霞 小林 跟小峰 然后即将加入我们的是 慧君 兵方 还有 Julian Z 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师可能现在在主族选 所以如果你们在的话 可以请你们站立起来吗 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掌声 因为他们真的很棒 谢谢 OK 然后呢 我也盼望就是 弟兄姐妹们 请你们可以监督我的工作 然后呢 支持我 为我的服饰在祷告中被纪念 让我的服饰的道路上呢 一直对神 保持盼望 充满的热情 最后呢 我也想用一句 我非常喜欢的经文来 鼓励和提醒我自己就是 尽管我很年轻 但是呢 我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 信心 情节上 都要做信徒的榜样 谢谢大家 好 最后一位 压走的 主义崇拜部部长 蔡博中闯到 教会崇拜部部长 蔡博中闯到 好 好 好 奉圣福圣子圣灵的名 蔡妾蔡不中传道 担任法国城关教会国语坛 主日崇拜部部长职位 盼勤忠心服侍 清悲顺服 殷勤自离 进行教会议想 龙神一人 亲爱的听众姐妹 主日崇拜部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主日的主席 还有主日的讲员 像这些工作呢 都是主日崇拜部所做的 那除了这样的工作之外 主日崇拜部要 它其实是管理整个主日的聚会 它要协调 所有在主日的这些部门 他们如何运作 其实都是主日崇拜部的责任 都是主席的责任 那么在我们当中的同工呢 有杨士弟弟兄 他今天应该是家人有事 他已经离开 那么还有胡敬廷弟兄 这个 杨四海弟兄 还有 李以军师母 他们都担任主席的职负 与我同工 谢谢他们这样的付出 同时 在这里也请弟兄姐妹 经都我 支持我 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希望我们把教会的工作 主日崇拜 能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好 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拍合照 把桌子抬下去 好 我们一起来 好 我们一起来拍 站前一点 往前面走一点 往前走一点 对对 来来来来 看这里啊 看这里 注意感情关灵 我们的口味好起来 师傅美不美 美 谢谢 谢谢弟兄姐妹 好 最后我们会有向日葵小组 复活节信师 有请向日葵小组 小娜 帮我们唱 小娜 唱强一点 小娜 唱强一点 小娜 你唱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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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样子 这样子切得出 来 来 这么少 好吧 喂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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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这很大 你看 看这个 可以 再去那边 看这个 OK 好 谢谢 是 看两遍了 好 再唱一遍了 最后就唱一遍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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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到 看得到 他们走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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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